超過一千個極右組織的支持者 在寧敦市中心遊行 他们高叫反对穆斯林的口号 示威者计划前往特拉法加广场抗议 期间遇到一批反法西斯的示威者 双方互相指马和投资责物 警方隔起铁马将两批人分隔开 部份人冲击警方防线 至少13个示威者涉嫌倒戀被捕 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 英兵李格比被杀案 再拘捕多一个50岁男人 指他涉嫌村贸谋杀 他是第10个涉案被捕的人 至于在空案现场被捕的两名疑空 目前分别在伦敦两间医院留意情况稳定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李康文报道